冒著白煙的火鍋 煮著各式的好料 擁有全球連鎖店的火鍋業者 選在新北市板橋開業 成立了第一家分店 隨即進行公益服務活動 響應募集社會各界物資的 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 邀請監護 安置兒少以及照顧者 共同用餐 享受美好的吃飯時刻 我們現在是取出於社會 認出於社會 我們起碼企業一定要在新北市 落樹群體的小孩 我們做一個貢獻 改回改 改社會 為了這一次的公益活動 包括新北市議員林國春 新北市長侯友宜等人 都來到現場陪同孩子們用餐 市長表示 這一些孩子情況特殊 被安置在機構或是寄養家庭中 相信需要更多的關愛 陪伴他們穩定成長 感謝業者善心 宴請孩童們吃火鍋 我要安排我跟我家的小朋友見面 哎呦 他一提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小朋友都是我監護的 然後我必須要照顧的 要安置的 那有740個 好多喔 所以真的有時候我自己照顧不來 都要靠很多寄養家庭跟安置機構來幫我們 很開心 我跟店願意促成我們父子相見 那哎呦 我就可能好很多地方 所以今天最對我吃起來非常沒關係 侯友宜市長上任後 擴大愛心物資募集 成立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 媒合各項的愛心資源 讓有需要者得到滿足 讓提供者善盡社會責任 透過這一次火鍋的宴請機會 相信給了弱勢兒少孩子滿滿的回憶 也感受到社會各界的溫暖 中家新聞林立吳志恒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大輪卻新北市事務局局局長